最受异性欢迎职业调查 中高阶主管 盛医生 你觉得自己是老公的合适人选吗? 我啊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优质的男人 嫁给我自己最好的选择 现在男工作忙碌 许多人过了失婚年龄却还没找到另一半 不过国内知名交友平台业者 日前针对480位25至40岁的单身男女会员 做最受异性欢迎的职业调查发现 以往最受女性欢迎的男性职业第一名 已经不需医生了 而是中高阶主管 原本第二名的政府机关公务员 也被企业负责人取代 以前很受欢迎的老师也变成科技业主管 我们随机在街头访问了几位民众 发现中高阶主管不只受女性欢迎 就年男生也很青睐 不会选主管 为什么呢? 因为感觉就比较... 比较man啊 感觉医生就很无聊啊 就是可能主管类的算很坏啊 一定会... 干嘛干嘛 可是应该会比较... 有趣吧 我会希望她是一个可能中高阶的主管 因为这样子的话 她像现在物价水平都有涨价嘛 那她的收入这样子也够我们生活 对 比较有安全感 很高阶的主管 因为会比较有脑袋一点嘛 然后想事情可能比较快 不会拖拟带胸 讲话会直接一点 因为如果不这样干不了主管 但是也有人希望找同行一起打听 电影方面啊 保险业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重处到险业 所以我希望就是另外一半也可以 可以的话也重处到险业 因为时间自由而且可以一起进去这样子 还有人的选择比较特别 我希望我以后的另外一半是吃轻吃 因为我就可以一起有共同经验在成长 然后有一样独特的想法 因为就是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接受吃轻这件事 所以如果我的另外一半是吃轻吃的话 我会觉得很幸福这样 第一方面以往最受男性欢迎的女性职业前三名 依序为老师、政府机关公务员、护士 现在也变为银行员、一般行政人员、企划人员 智商心理师林翠芬分析 中科街主管、企业负责人、科技业主管 在现金属于高报酬、高成就的行业 显示女性折偶时 能优先考虑可带来良好生活品质的类项 而男性同样也开始注重另一半 因果将家中财务打理好 第三名的企划人员 则显示男性贫好活泼好相处的女性 本来是今天向于金融方面的工作 因为金融方面的会比较容易 把握现在金融的女性 不过也有男生喜欢传统的职业 我希望妻子的职业是护士 对护士工作的职业 那我觉得拥有这样的特质的女生 是很令人欣佩的 甚至还有男生对上班族、老师 有特别的想法 我喜欢穿靠服的女生 因为我觉得整件靠服 然后加黑丝袜 然后加高跟鞋 很吸引我住 老师 感觉老师比较怪 女孩子 乖乖乖的 老师千财AVP又可以 哎呦 其实说到底 不论老师还是银行员 又或者是医生跟中高阶主管 都显示男生找老婆时 希望女生有稳定工作 又要找个美 女生找老公 却希望有个好生活 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 正妹配富二代 帅哥配富婆的例子 多新闻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即会写